而病毒擴散真的很快 向北農累計確診數超過了80人 而因為現在也懷疑說 可能已經波及到了下游的批發市場 包括有可能在南門市場這邊 因為端午節前至少就有4人確診 那麼永樂市場也有2人確診 所以現在有300人要進行篩檢 確保疫情不外移 拆開衣包包被退回的產品 北農最大的蔬菜供應商 自從5月爆發群聚感染開始 被退貨的蔬菜就超過5成 現在傳出北農群聚感染風波 疑似擴及到下游攤商 那整體的確定的病例 新北市是3例 台北市25例 22日確診中的其中一例 就是永樂市場的攤商 據了解這名攤商曾經到北農 第一果菜市場批貨 而南門市場在端午節前 也有3、4名攤商不幸確診 攤商大多是在北農的批發市場批貨 依感染時序來看 很有可能就是因此被感染 已經安排南門市場工作人員 由市府安排防疫巴士 在攤商到和平醫院快篩及PCR 預計快篩近300人 目前還沒傳出快篩陽性消息 我在這邊會噴酒精回家 也會自己噴 會擔心啊 可是又不能不吃啊 北農爆發群聚感染 其中就有包裝蔬果的員工 除了量販賣場 人人自圍 事件爆發後 傳統市場攤商 更陸續傳出攤販確診 疑似擴及到下游 也讓民眾及店家相當擔心 記者綜合報導 mikä 你 而且 更有 無 你好 美國 你好 你